这就是弥勒赶摘的传说故事 一代高僧原音大师 于民国十九年 一九三零年 任天同禅寺住职时 着手整顿四规 树立道风 修善殿堂 几经努力 古叉重徽 法具重燃 原音大师为中国近代佛教领袖 办学院 讲堂 培育生前人才 更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 大师的主张为 国家新王 匹夫有责 佛教兴衰 教徒有责 原音大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佛教样貌 由于中国佛教会的诞生 使当时因局势不稳 而挤进崩散的佛教界 得以整合 形成一股安定的力量 其理念至今依然为人所称颂 后辞师与马来西亚 槟城极勒寺 承接原音大师法脉 延续如来一圣政法 在中国弘扬与发展 雪斗寺 在浙江凤化西口镇 雪斗山上 近时建于千丈岩瀑布口 亦称瀑布院 于北宋真宗赐寺 雪斗滋胜禅寺四额 南宋临终时 平定天下寺院等级 雪斗列为五山时差之一 五代时 布袋和尚与此印画 此为大慈弥勒菩萨道场 雪斗寺位于浙江省 凤化寺西口镇 雪斗山风景区上 这里不仅有秀美的自然风光 同时也是弥勒菩萨的根本道场 相传于五代后梁时期 弥勒菩萨化身于凤化长厅 取名为布袋和尚 因其出家于凤化月灵寺 得道于雪斗寺 最后原祭 肉身归葬于凤化宗塔寺 因其一生与凤化 结下了不解之源 凤化也被佛教徒 尊为是弥勒菩萨的信仰中心 为什么说布袋和尚 他会是弥勒的化身呢 因其在原祭之初 说过一首祭语 为弥勒真弥勒 分身千百亿 时时是世人 世人至不实 后人呢 则是根据这首祭寿呢 推断其为弥勒化身 或者说是弥勒转世 太虚塔院在雪斗寺 寺前广场西南方 行数十米 古墓参天 绿印甲道 凉风徐徐 山式陡峭 有数十级石阶直通半山 渐行渐高 大殿内供奉弥勒菩萨 这尊弥勒菩萨的佛像 不是中国化的布袋弥勒 而是印度天冠弥勒 所以 这殿也不称大雄宝殿 而称摩尼宝殿 据佛经记载 摩尼宝殿就是 弥勒菩萨说法的地方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的领导人物 于1932年10月8日 前来雪斗寺担任主持 太虚大师承认 此师所就读过的 闽南佛学院的院长 是此师一生所追随的人天导师 其理念也渊源于太虚大师 大师于生活中不离戒律 言谈中不离佛法 为了振兴佛教 推动了很多改革 致力于新办佛教的教育 培养佛教的人才 太虚大师的一生 皆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佛教全力以赴 太虚大师为我们带来的影响 是非常深远而深刻的 此师学成太虚大师 法皆原音大师 此师的恒情心与坚固的意志 学而不见的精神 在这条参学的道路上 向许多当代长老高僧求法 肩负着弘法的重责 既是个传承者 更是一位实践家 一代一代将水奔流 前后相继 无数为佛法努力的人们 在每一页的历史中 皆留下了他们深刻而坚定的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是山、我们是蓝天、我们是牛、我们是阳光 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 所有的友情包括山和大地 跟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